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有三宗消息和大家討論一下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第一個消息 早前有網友和我們研究 周吉佩七年沒有夫妻生活 然後有人說七年? 你這個小子怎麼生出來? 有人說綠色又這樣又這樣 我會和大家講一講 和吉哥 一聲你吉哥才行 不是 你比我小 吉啦 吉啦 原來我和你有一個共同朋友 第二個 就不理你了 那個是我blast friend 稍後講一講 我blast friend 講一些厲害的事情給我聽 驚人內莫門不住 他們的夫妻關係 轉頭告訴你 另外第二宗消息 羅啟豪自己爆料 親自承認已簽約無綫 不去英國 不做英國豪 住了 在香港看看有沒有發展 決賽快哥練了100次 練成這樣 他真的不太會唱快哥 找張家添老師教他 張家添老師跟我說 快哥不用什麼 要夠嗨 他不夠嗨 快哥就差了 不然盧啟豪有機會拿冠軍 事也命也 還有講到一個 港姐貴君 梁超儀 說她率先跑出 未卸任 工作不斷 備受TVB力捧 這個女生漂亮 我當時以為這個會是冠軍 當時輸了給林玉慧 這個女生是最上鏡小姐 她又輸了給許子軒 還是孫 我分不了 現在拿了第三 那時候有沒有說做馬 好像有提過 但不是林玉慧想鏡 或者真人 你都會覺得她有一種氣質 真人應該更漂亮 林玉慧的氣勢 在舞台下看她 但這個林子軒 她漂亮得像誰 好像香香那些漂亮 她的樣子很精細 慢慢說說這些新聞 拿冠軍歌未必可以 拿貴君歌也行 這些新聞流出來 想做些什麼呢 不知道 現在說回中年好聲音的冠軍 吉哥 叫你吉哥 早前有網友 說她有沒有搞錯 販賣自己的私生活 拿私生活出來說 沒有夫妻關係 要投訴 那是真的 這些事情不出外傳 那會影響到小朋友 那些人亂說 7年生活 那小孩是誰生的 那她老婆 就這樣 我們 有些內幕消息爆料 從此之後 我昨天吃完一頓飯之後 我對吉哥是改觀 首先 我一向都不是太插她 我說她的歌儀唱 我無心去詆毀 說做馬 我都說 其實做不做 不關你的事 不關你的事 肥媽說沒有 我都說沒有 是評判TASSE問題 你可做 你這個年紀可做 我朋友 即是說哪個朋友 你找她做結他那個 你的腳傷了 跟你老婆 上去做結他 在官堂 阿威依 是做結他的 是個結他醫生 那個是我的BreatS Fan 我講了少少 你和你老婆的事 給我聽 我聽完之後 她說一句我不是太認同 但另一句我認同 不認同的就是 她說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你贏吧 你捧都捧得起 捧都捧得起 捧都捧年輕 這句我不認同 為甚麼呢 龍亭四十幾歲 佳燕姐那時出來 都五十幾歲 好醫那時又是爆孔 關甚麼年紀事 電視台是可以接納到這些年齡層 我說完之後她收下 我不是說她不捧你 我說跟年紀不是太大關係 好像吳大強一樣 都可以力捧 看看擺甚麼崗位 捧一個不是不捧 第二個 可以每個都捧 百花齊放 這個世界 這個我不認同 但我認同 你和你老婆的夫妻關係 因為阿威依說了些話給我聽 有些網友 七年不走 兒子是甚麼 其實當時她接受訪問時 連思雅都問了同一個問題 但連思雅用一個 沒有否定對方的態度 是說的 她說 沒有一起睡 七年沒有同床 都生了一個小孩子出來 然後吉吉那時就說 在梳化那些 在梳化那些 她自己說 這真的是她原版 在梳化那些 在梳化那些 其實我想 不會完全沒有睡同一張床 誇張了 所以這些事情 不要拿出來說 很低質 不要搞到李隆基 這樣才行 李隆基最喜歡說這些 孤陰不生 獨陽不掌 沒有哪裏可以 他就要說這些 你收起來就可以了 這些事情 那些不好的事情 可能有些人喜歡聽 這個 叫做暗黑 marketing 那我現在說 他們 即他們 即她兩夫妻的關係是怎樣 即從短短的 即我的breast friend 告訴我 你是她的friend 你是她的friend 你就是我的friend 我不會說得太差 我的人很簡單 你跟我的friend 我就跟你friend 你不跟我的friend 我就不跟你friend 很閒的 很容易說 那 她說 你呢 那時候弄傷了腳 看到你老婆 是幫忙 揹著結他 即她老婆 在阿吉弄傷了腳 的時候 幫她抬著結他 最初她沒有說 你弄傷了腳 她說你老婆幫她抬著結他 我是不是搞錯 為什麼女人抬著結他 她說她弄傷了腳 我這樣 弄傷了腳 肯陪你 拿著結他去找她 這樣 那這個就是 其中我覺得阿嫂 幾有 這些叫做賢良淑德 為她老公付出 那其實 一定是愛對方才在一起 即是 對不對 她跟我一起結婚的時候 都知道她 即是你說 沒有錢 有沒有錢 她有份工的 即是我上次看到她做 剪片 那我的朋友 即是你的朋友 就告訴我 你應該是做製作的 那些事情 我上次也沒有猜錯 那叫她有份工的 正當職業 她是阿嫂 就不喜歡她追夢 因為她追夢追到 就焦頭爛鴨 那我也明白 我也是做這行的 即是不要說你 其實你是成功的例子 我在自己追夢的演藝路上 不知道被幾個女兒撇了 對嗎 真的 真的 有些事情 其實我是一隻 叫做仙鼓 有潛質的藍醜 讓她放很久才爆上去 那種 但有些女人不懂 後來有沒有後悔 那些女人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 我自己的那些女人 有些說 但不是後悔 她就說 她說你當初不放棄 是對的 要認同我 然後回頭就問我 可不可以借二十萬來洗一下 哈哈哈哈 撐你個廢 不是 說笑了 即是說 這些事情 其實就是講緣分 她和她老婆 即是那位港姐老婆 其實是很恩愛的 我朋友說她們很好 或者互相扶持 她除了是這件事看到之外 因為她們雙方的交談 即是阿吉和阿吉嫂 她們兩個就好像結婚 有兒子有女兒的時候 幾年前 你們認識了五六年 有了小朋友 依然好像對小情侶 互相鼓勵 還帶給正能量 即是當日看到就是這樣的情況 當日看到就是這樣的情況 我朋友告訴我 我覺得 你們都是恩愛夫妻來的 曾經 不過女人是 有時候去到某些位是會跳的 忍無可忍 覺得忍了很久 女人需要安全感 可能就近幾年她未紅 即是未有彈出來的時候 就有些感情的 即是差點 邊緣婚姻 多一份媒體這樣說 我也明白 所以她現在 拿回自己失去的東西 我贈你兩個字 男人最重要就是爭氣 爭氣 是的 你是爭氣 當然 你也是有運氣 那不要理會 那些東西都是你的 都是你的 當然 你也是有這樣的實力 即是你沒有這樣的實力 誰能碰到你氣 你起碼也要入到決賽才行 你說她差點天輸給了龍亭 等等 那她也叫她走到那個位 六隻馬跑 也有隻跑出來的 九十九倍跑完 有派彩的當然開心 輸了的當然是做馬 對不對 我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我都說我不承認做馬 你們聽我的節目都知道 我不是因為 我朋友跟你是朋友 我當你是朋友 我才這樣說 我一向都是這樣說的 不過我也是那句 你這隻舞選對了 態度是像表演 但難度是不高的 當然有人說唱錯歌詞 那些我不說 我說過 唱錯歌詞 我不是太重要 最重要是氣氛 但有些人說 比賽不可以 那你當作是背書 那我就有什麼好談 對不對 根本上你現場評判 我不是跟你對著哪一隻字 沒有錯 你表演不是這樣的 表演是一定有錯的 表演是一個缺陷尾 每一次都會有些錯 他不會是十傳十美 但每一次表演都是一個缺陷尾 這些就是藝術 恭喜了 有情人忠誠眷屬 吉吉 將來就加油了 既然肥媽都不計前嫌 我們討論過 就不會說 怎樣抄襲帳的事情 你放心 接著 我看到這個報道 即是說港者貴君 說他首先跑出 工作不斷 有些人就說 是不是無線上 暗暗地放風出來 我告訴你名次不重要 只不過是一個名次 其實貴君那種店 你看看蛇絲曼當年 蛇絲曼又不一樣 蛇絲曼當時 冠亞軍可以爭仔 那個 他都是運氣 如果不關他事 如果不是 有很多機會都不是他 當時捧三個捧一個 蛇絲曼好運都不得了 好了 講這個貴君梁超儀 真的很靚 真的很靚 所以 我不會覺得 他擺這個東西出來 告訴你這件事 因為每一次 這些比賽是獨立的 我看東西是獨立的 我不會說 他擺這個擺明就是 放風告訴你 名次不是這麼重要 你不要說了 龍亭那些 就算沒有名次一樣 什麼什麼 龍亭就需要什麼 他本身自己有個觀眾層 你香港知道 在街上唱歌 已經是落無憂 賺錢賺到 是不是 他通關上花有事搞 他現在這樣紅了龍亭 不用你擔心 他的成就一定是不簡單的 說到這個港姐 上年記不記得 2022年的冠軍 是不是說黎明去唱歌 那一屆 真是黎明 最上鏡小姐 這名是Joey 他說拍劇主持也有機會 工作量多於其他港姐 原來他小時候是同性 他做過梁朝偉的女兒 這個美女 無間道的時候 小嬰兒 忘記了女兒叫什麼 他在台灣吃很多兒子 蕭阿軒 蕭阿軒抱著他那個 原來就是你 人家說他是翻版孫藝真 比賽時表現良好 現場觀眾讚不絕口 最佳口才 最上鏡小姐 和智麗佳麗 拿貴軍有四個獎 但你這樣也拿不到冠軍 是的 林玉瑋真的這麼棒 許志孫還是許志軒 真的這麼棒 那就不知道 他說我現在有一套 劇叫非常檢察官 這麼色情的 檢察官的名字 不是 色情的叫做搜查官 我自己是色情的 他說到劇中飾演陳偉的年輕版 哪個似的 大哥 你扮成了岑禮香我妹妹 差不多 你都不像陳偉 又是肯定來的 真的肯定來的 你找林玉瑋 不過林玉瑋 林玉瑋的輪廓跌這麼多次 但他的鼻大一點 因為陳偉 因為陳偉 怎麼看都不像 這個肯定來的 不要這樣 但還是要這樣做 這個美女會變成陳偉 整容做得很厲害 很喜歡梅艷芳去做 她會變成陳偉 你都這麼漂亮 就要怎麼做 真是奇怪 這些新米又有趣 我們就知道 無線遲些拍什麼 另外說貴君羅啟豪 自爆 簽了TVB做藝人 好厲害 那就好 做明星 本身說去英國發展 現在不去 追一下夢 他本身有機會拿冠軍 誰知道賽制臨時三變二 兩強之爭就沒有他份 無緣爭冠軍 不過也無阻他聲徒發展 自己開個粉絲群開直播 接受另一位參賽者 陳祖怡的訪問 被問會否出碟做歌手 他說現在已經簽了TVB 是旗下藝人 誰陰你 問你會否出碟 出碟 拿來裝飯送 現在還出碟 不是吧 不要玩 等會虧了 日後發展一間公司安排 他意味自己暫時會留在香港 不回英國 說到他喜歡什麼人 除了梅艷芳之外 他喜歡鄭壽文 林憶蓮 韋爾山 不是吧 葉線民 陳奕迅 梁漢文 許智安 和李榮浩 這些歌手 要欣賞林永亮 韋爾山這麼厲害 我意思就是 因為他之前做過評判 他說他喜歡 也不奇怪 韋爾山 也很厲害 欣賞林永亮 都支持包比達 金培達 這些音樂人 挺欣賞音樂的 連幕後也喜歡 希望有機會合作 懂事 原來在TVB比賽 有些歌唱不到 發揮不到他的水準 原來講有沒有版權 他拿不到一些台灣歌手的版權 台灣內地版權很混亂 有很多人建議他唱張信哲 他都想唱 但完全拿不到版權 想唱愛如潮水 不可以 之後開Live唱 然後那些粉絲聽到很陶醉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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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慘 有些喝過 因為版權 或者卡拉OK放舞的時候 自己唱不到 你就明白了 原來他唱疾風 就連了一百次 嘩 至少一百次 很勤力 但我覺得不用 越練越滑瓦 不過記歌詞也要 我們唱歌就不用 不是 你 很滑瓦 譬如你唱一百次 可能第五十次唱得最好 唱一下 接著會沉 剛剛好 最重要 好像粗馬一樣 整天被他拍粗房 硬的東西 轉頭的狀態會下跌 剛剛好 火噴噴 勒著有新鮮感 然後出閘的時候 就彈出來 講跑馬就是這樣 講到節目帶給他 克服三十九年來的 社交恐懼症 過去都是害羞內向的 你都不是很嚴重 因為有些人上去 其實很辛苦 他說自己有社交恐懼 鏡頭恐懼 我以前也有社交恐懼 鏡頭恐懼 人群恐懼 不是很久 十年內 不用有人群恐懼症 要看心理醫生 對 走上樓梯 覺得無法呼吸 我去看中醫 他說 其實 看心理醫生好像比較穩妥 真的有很嚴重的心理問題 我現在也有點變態 就這樣說 他常常在場合中主動認識朋友 想自己大膽一點 但聽到人聲都會不敢 所以參加這個節目六個月 面對觀眾 面對評判 公開被批評之後 他好像上了訓練班 走出了自己的舒適圈 是啊 有時候事情要逼出來 要逼要逼 我有個朋友 曾經他是 英文不合格 他那一年從考 他扮大學生 走去 特地找外國人做問卷 跟人聊天 一年之後 那個女生 就拿了ORA 那個會考 當時是會考 是啊 要逼自己做 有些事情 這個世界 沒有說 天跌下來 之後就會成功 我以前以為成功 原來是不行的 我以前以為 我去到歌手的位置 自然會唱歌 跳舞 有人培訓什麼 別傻了 別傻了 是拿一個準備好的人 不懂事的人 就告訴你 我以前被人懵了 叫你試音試一下 你流力一成就可以了 吃屎都可以了 如果做這行 每一次都要有個激情熱情 被人感受到 別人才會喜歡你 如果不是你就玩完 每次都是the best of the best Remember that 羅啟河透露自己 中一在香港華人書院就讀 之後去英國寄宿學校 跳班跟不上程度 網民說他勇敢 他說 不能選擇 小時候 家人覺得我挺難搞 經常跟二姐姐打架 爸爸扔了去英國 最初打算過去 二姐姐也報同一間學校 所以我不是特別勇敢 這樣嗎 打架 和姐姐 對 我小時候也有跟妹妹打架 他表示在外國留學 仍然是害羞、寡言 要收藏自己 所以看到衣著和款 和窮飛龍爺相像 窮飛龍爺去到外國 也是害羞、寡言 收藏自己 他媽媽唱歌厲害 叫劉英 歌手 是無線前領導人 六審方日華 認識的 他否認媽媽有後台 這樣也不是 她說曾經邀請過媽媽上台表演唱歌 網民問 你的歌藝是否施誠 伯母 她否認過我媽媽 我不是好像網民那樣說 有後台 我媽媽只是 差點做歌手 但她是沒有做到歌手 她說這十多年有機會 和朱業哥在台上表演 但她沒有簽過任何合約 和出過碟 不是施誠都是遺傳 是不是 所以我經常都說 我是遺傳我媽媽的侯底 就是我外公的侯底 但是技術方面 她沒有研究那樣東西 她不行 沒有辦法 她喜歡唱 她有什麼喜歡唱 但她沒有研究 沒有研究 沒有研究 沒有說 我就走來問我 應該怎樣唱 上網看吧 這麼多老師 看到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路歷程 但是她說 她不喜歡讓媽媽聽到自己練歌 她不想讓媽媽聽到自己練歌 她練到差不多都會讓她聽一下 給她一些意見 但我硬頸 但我硬頸不會聽 所以絕對不是施誠她 我明白 我明白 我不會練的時候給任何人聽 我自己玩 練的時候練多少新東西 表演 練到差不多 覺得像勁抽 你就唱給她聽一下 給你看看我的功架 哈哈哈哈 有個人在旁邊給意見 又不懂得給的 那些是廢話 整天都說不夠氣 不夠氣 根本不夠氣 都不是跟氣有關 跟聲帶閉合有關 跟流氣有關 不是不夠 是流氣 不是不夠氣 很多人不懂 講錯概念 你真的練 練錯了就大了 又是這樣 所以我講我而已 因為我身邊不是很多人會唱歌 我自己就無私自通那種 例如Ivan 不是Ivan Kelton Sir 即張飛也會唱歌 就是我朋友 我現在經常問她 因為我不明白就問她 但唱歌其實是一種 跟功夫都很相似 因為做來做去都是那些事情 打個直拳 打一萬拳 由八歲打到八十歲都是打個直拳 唱歌也是一樣 還有你要接受自己的聲帶 體能各樣經常都在變 不同的狀態 還有訓練自己的肌肉慣升 是一種悶的事情 當然在有製造一種微妙的音樂的時候 你的體內會分別一些快樂的因子 令你繼續做下去 這樣就開心 但是 我那個張飛 Kelton Sir 他教唱歌 他第一句都說 你做藝術的 你不怕沉 就可以了 因為他們唱歌 哼來哼去都是一個音 哼來哼去都是一個音 大家有練習過就明白了 練拳的人都明白 練拳的人是不會怕沉 為什麼呢 唱歌會怕沉 因為有時候不只是你聽到 你隔壁屋聽到也會煩 所以大家都明白大家 其實辛苦的做這行 加油 各位 四海之內街朋友 我們很善意的釋出 下次再講其他報道 拜拜